起底主播私密八卦 见识圈内相爱相杀 欢迎收看主播真会玩 888888八卦片 想和香港记者一样 对主播八卦了如指掌吗 打开手机微信 点击添加朋友 搜索起小点键 或者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 就可以关注了 下一个华莱士 可能就是你哦 各位观众爸爸们 欢迎收看主播真会玩八卦片 我就是黑锅黄大仙 干过起小点的小贱贱 进来我们电竞圈 算得上是多事之秋了 先是笑笑误开直播私逼 如今另一位抗寒中电人七号 也被众网友撕了起来 事情的起因是七号的老搭档闺娘 最近在回答微博众网友提问的时候 爆料自己和七号之间的种种摩擦 这和七号平时塑造的热血仗义形象 截然相反 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闺娘和七号矛盾的核心在于三点 一 工资低 每个月1400元的收入 二 开玩笑的时候 被七号砸了一碗面 心灰意冷 三 把七号当朋友 七号却介绍他是房客 针对这三点矛盾 七号在微博上首先是默认了 之后不堪压力 终于在直播中做出了回应 那咋面是一个什么呢 打个比方说 这是那碗面的话 我坐在我的工位上 我的工位是面着墙壁的 这种事情我经常干 好吧 我们在这儿我有一个总结 我回应明面而来的一碗面 就是有一滴汤汁见到我死全家 你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 我建议你不要说 你觉得你在开玩笑 我建议你不要说 你还一直老说 尤其是你们知道动听的声音 说出来这种特别刺激的话 很刺激的真的很刺激 姑娘最开始的钱肯定是比较少的 实话说 我当时跟她说的是 一开始钱比较少 4K能不能弄 她说也可以 然后再到后面 我说 七皇我的这个工作室 我们都可以 进入到七皇底下 然后我说 你跟我们一起去 大家工资都翻倍 然后闺娘她说不去 这个一开始的4K 我不知道为什么 在她那就变成了 她明说的是1400 那如果是1400的话 可能是她住的地方 在上海 13年 我只收她 1400的房租 整个三居室 整个三居室是7000 然后我当时睡在阳台露天的 然后三个人 李主任加这个 李主任加霸王加贵娘 他们住房间 然后客厅用了办公 我出2800 他们每人出1400 所以说我为什么 觉得房客这个回应 是真的 没办法说 就是 一个人跑过来说 她是谁 就是面对闺娘的时候 问她是谁 就代表她不认识闺女 那我就回答 就是个房客 而且她不去 你懂吗 她不跟我们去七皇 我特别想问 你在我们这儿 你1400包吃住 工作时常不说 很奇怪的 除去这个 可能钱确实还是少 事后 结的这个离职的奖金 一字不提 然后工资翻倍的机会 你自己拒绝 一字不提 哎 在小剑姐看来 七号和贵娘的矛盾 既然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之间的误会 不如趁这次机会 早日化解 我们电竞圈 少一点私逼 多一些福利 岂不美哉 在DOTA圈 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我听闻 灿始终一个人 熟悉DOTA的朋友们 肯定都知道 这个灿 就是 懂灿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DC老师 而这句歌词的来历呢 则源于在远古时期 发生在DC 木木和党伟华之间的 一段三角恋 过去的情感纠葛 我们就暂且不提 说起这件事呢 主要是在前几日 DC老师 遇上了一位和木木 极为神似的女主播 是真的挺香的 有点过分了 真的笑得有点 笑得有点过分了 笑得有点太过分了 是真的挺香的 但是一看就知道不是木木 好像比木木萌很多 是的 优化版的木木 优化版 你这么说 会不会得罪人啊 章鱼 我们得罪人已经很多了 不会 木木都快瞎死了 是不是外面的声音还是关一下 可是我告诉你 你有另外一个机会 有另外一个机会 因为这个妹子前面 他已经摆住了一下 摆住到木木跟张伟华的合影 他一直在问这个男的是谁 他对张伟华产生了非常独特的兴趣 什么 谁答应他的 我不能容忍 他给DC比了个心 我靠 他说DC我给你比个心 还非我 真的吗 真的真的 你看他还在比 你早聊我就不关掉了 你早聊我就不关掉了 你早聊我就不关掉了兄弟 有看什么 他说DC爱是天罗 你 我跟听我跟听 太主动了 太主动了吗 看听听听 听 手不了嘞 然而正当所有粉丝 为DC老师走出过去高兴之时 一条微博 却让此事画上了句号 好 就故意草木上 老听闻 迷人数着孤城 成交母的神 落在那座夜族 远方摩地上等时 我们 我们再来看几条快讯 6324抽象工作室 最近也爆出将要跳平台的小鱼 李干更是在微博上正面硬刚 气势十足 事情的起因呢 则是在一名土豪和嗨粉们 爆发冲突的时候 人本应该中力劝和的钞管 竟数落起了嗨粉 引发了6324的强烈抗议 当然了也有网友指出此事 是为李干为自己签约而进行的一波造势 无独有偶 另一位人气主播官人 最近呢也因为签约和自家平台决裂 官人在微博当中透露 该直播平台竟然还拖欠了工资 小剑姐也是多方打听 得知的一些或许是造成这次工资矛盾的主要原因 具体内容已经在微信当中推送了 使用菜单栏搜索文章功能 搜索独家解析就可以收看了 以上就是本期八卦片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想更加深入及时的了解以上内容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这里不仅有最及时的主播八卦推送 还有更多抽奖福利和打发时间的小游戏 当然了如果你喜欢的主播也有类似的八卦趣闻 欢迎大家录制并投稿给我们 不懂录制的新司机们可以打开启销点击 点击下方菜单栏中的我要投稿 查看详细的录制教程 小剑姐每天都在这里等你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全场最佳 英雄不朽 哎呀不要分析今天的比赛了呀 我跟你说今天你们中国队就赢不了 中国队好久没赢过韩国队了 还有一个前面叫余大宝 妈的名字倒是有点好记 吹了那么多年也没起来 焦焦开起来周路头 焦接了 你打包 三十四分钟 中国队领先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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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